大家好,我是產品經理Alan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在產物環境這邊無線的一些應用 那在屬於室內這個產物環境的應用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提供的是這個WISE 4210的這個系列 那這個系列是基於研滑私有的LP-WAN的方式來去做實現 那它用的頻段是低於1G的頻段 它的通訊距離還有抗干擾性在室內的表現是 相較於傳統的2.4G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在可視距離的部分呢可以達到5公里的距離 那本身這個模組呢是使用一次性的電池供電的方式 那在產物裡面的話呢我們就是使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我們在一些管線的壓力啊或是一些閥門的這些監控上面 甚至到於一些設備的用電的情況或是一些管線的流量 這些屬於產物這些設備的監測呢 我們就在這樣子的設備旁邊放一個這樣子的WISE的模組呢 在統一由我們這樣子的AP的節點呢 去將這些資料去收集起來 那因為由於是無線的方式加上電池的供電呢 我們可以節省在這些既有的設備上面 去外加這個無線收集資料的時候呢 節省它非常多配線或是供電的一個問題 那WISE的470使用的是3G的行動通訊的方式來去做資料的收集 那3G的方式呢是適用在於這個比較分散的資料的收集 特別是在這個無人的抽水站 因為它分佈的非常廣 所以你沒有辦法使用一個gateway來去管理多個站點的方式 那這種屬於比較分散式的方式呢 我們就會使用3G的方式來去做資料的收集 包含這個水站裡面的一些水質啊 或是水溫或是一些裡面的pump的一些壓力啊 溫度啊還有整個流量的監控呢 都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去做實現 那在4470這個機構的設計上面呢 我們提供了沒有天線的設計 來去避免現場的一些機構的干擾 那本身也具有這個IP65的防水保護等級 可以適用在屬於半戶外 或是需要一些清潔的這種基本的防水保護的一個場合 那它上傳資料的方式呢 是屬於主動上傳的 所以每一個抽水站呢 不需要有獨立的IP的地址 也能夠主動將資料呢 上傳到我們遠端的這個中控的監控的系統裡面來 那甚至呢 透過跟我們WebS去做整合的話呢 也可以從遠端呢 不需要有這個獨立IP地址 也可以進行遠端的控制 這邊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WISE 4610 LOA的這個系列 那LOA呢 是現在非常一個火紅 就非常一個熱門的一個無線通訊的方式 那這無線通訊的方式呢 主要是在於 因為它的功耗比較低 傳輸的距離比較廣 像我們在這裡實際 設計的話呢 可以到5公里以上的這樣子通訊的距離 那這樣子的距離的話呢 非常適合在於一個戶外 大範圍面積的監控 那我們在這裡呢 就是把它設定在於一個工業區 或是一個自己的工廠一個大的園區裡面 來去做一些污水 或是一些屬於戶外型的 這樣子的一個設備的一些監控 那在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展示就屬於這種污水排放孔 那可能會有一些流量 或是一些污水的水質這樣子的監控 那透過LOA的方式呢 我們將這些資料呢 回傳到我們自己的LOA的gateway 我們自己的LOA的gateway 我們自己的LOA的gateway 可以管理100到500個這樣子的節點 那本身這個gateway呢 它也提供了不管是Wi-Fi 或者是LTE的方式 去跟你後端的平台去做整合 那本身延環提供的LOA方案呢 是一體整合就可以去做完 你不需要再去跟其他的 不同的各位來去做整合 那我們在這個LOA的EndNote呢 裡面去增加一些設計 包含裡面放的是可充式的電池 它可以透過太陽能呢 去做充電 所以它可以去做一個連續的供電 你不需要再去做定期的更換的電池 另外呢它也是配備的GPS 如果你應用的是在一些河川啊 或是農業的應用的話呢 你也可以知道你現在架設這個地方 實際的位置的點在哪裡 是不是有被人家移動 或者是說它實際現在 到底哪個點的實際的資料 還有位置的資訊 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去做上傳 那以上的話呢 就是我們針對這個LOA的部分呢 提供一個完整 包含這個整個機構 與通訊的整合的一個方案 Rbek 1個我們inal鞋鈴 3個來自內 3個來自內 2個來自內 4個來自內 2個來自內 這樣的解決ester 4個來自內 v1個來自內